在上个视频中,我给你介绍了加法算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,进一减九,也就是每进一位,数字盒就减少九。 这个结论,其实你也可以反过来用,比如告诉你这个加法算式的数字盒减少了27,也就是减少了三个九,那你就能立刻判断出一定进了三次,也就是说告诉你减少的数字盒就能判断出进位的次数。 比如在上个视频中讲过这个例子,从一到九这九个数字中选出八个数字来填入算式,当时已经判断出不选的数字是八,并且还知道减少的数字盒是九的两倍,那你就能立刻判断出这个算式一定进位进了两次。 利用数字盒判断进位,你会了,那如果我再接着让你具体填出这个数字谜,并且要求这俩四位数乘积净可能大,你会吗? 为了填写方便,你得先把痕式转化成数式才行,也就是这样,由于不选的数字是八,那你就只能填入一到九中剩下的这八个数了。 不过先不要忙着填数字,现在已经知道进位进了两次,那你能判断出这两次进位可能出现在哪儿吗? 前面这个进位好判断,由于盒的首位是一,因此这里一定有一次进位,那剩下一次进位出现在哪里呢? 如果进位出现在最后,其他位不进,由于盒的个位是九,那这两框的盒就是十九,而最大的俩数和九十九, 加七才十六,显然没戏,因此这里没有进位,如果进位是出现在这儿,其他位不进,由于盒的百位是三,刨去进位,那这两框的盒就是二了,而两个数最小也得是一跟二,相加得三,显然也没戏,因此这里也没进位,那进位就只能出现在这儿了。 进位判断完了,那你就能进一步知道每一位的数字盒了,个位这俩框,盒就是九,十位这俩框,盒就是四,百位这俩框,盒就是十三,千位这俩框,盒就是十一,现在进位和数字盒都有了,咱接着看条件,题目要求这俩四位数成绩尽量大,那怎样才能保证成绩尽量大呢? 这就要用到你之前学过的一个结论了,合同近积大,也就是说,当俩数合一定时,越接近,成绩越大,而题目中这俩数恰好合一定,因此无论你怎么填,合始终都是一二三四九,那想要让成绩尽量大,你只要保证它俩尽量接近就行,由于数的大小,首先决定于首位,那你先保证首位尽量接近,现在知道这俩框的数字合十十一,要想尽量接近,你只要停入六和五就行,接着看后面这些,要想尽量接近,六后面的数就要尽量小, 五后面的数就要尽量大,看百位这俩框,合十十三,那就只能填入四和九了,并且上面的要小,下面的要大,再看十位,合十四,只能填入一和三,还是上面小,下面大,最后看各位,合十九,恰好填入二和七,仍然上面小,下面大,至此,问题搞定。 以上就是我要讲解的数字迷中的最织问题,总的来说就三步,首先,利用数字合,判断出不选的数字,以及近位的次数,然后,分析近位可能出现的位置,并判断每一位的数字合,最后,根据合同进气大,在填入数字时,确保俩数尽可能接近,怎么样,明白了吗?如果明白的话,就自个儿动手试试吧。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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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